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画马画了将近四十年 中国呢有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什么时期呢 好多朋友可能都知道 文化大革命 在文化大革命的默契的时候 我被下放到乡下 我去放马 我还放过三年 那三年我是一边画马一边放马 对我这个画马特别有关注 说着说着画马上就快画好一匹军马 简单不简单你来看看 容易不容易 容易 谁说容易一会儿谁来画一画 开个玩笑 我呢特别喜欢马的这种精神 勇往直前 随法想象 你看现在咱们好多的成语都是描写马的 马到成功 一马当先 龙马精神 这都是好的成语 这皮马还长着一头的秀发 这是马尾巴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大家知道这马尾巴的主要功能是什么吗 打框是一个小的功能 这个最主要的功能还是奔跑起来掌握平衡 最主要的功能是这个 我画过好多国家的名码 你看这个阿拉伯的纯种码 英国的塞马 都画过 今天画的这匹马呢 画的是乾隆皇帝的乌龙鞠 看看表是不是两个钟三个钟 这就画好了 还要写成字 写成什么字呢 见到大家我心里高兴 写上一首我自己作的诗 我一共作诗 做了将近二百首 这是其中最好的一首 一会我写完了之后 我给大家读一读 可能你们大家都得说这首诗特别好 让大家看看是不是成功 让大家读一读这首诗啊 这首诗一共是四句 我告诉大家在这诗里面